Hello,大家好 前几天有小伙伴提问 说户外怎么防虫的问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防虫的问题 对我们能产生影响的比较常见的 就是蚊子啊 然后痞虫啊 然后跳蚤啊 还有蜜蜂蜘蛛 这个没有影响 这个躲一下呗 你躲一下呗 快 乖乖躲一下 乖乖躲一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常见的 呃 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防虫啊 防蚊的小技巧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特别是职位比较貌伤的时候 尽量穿长裤长袖 穿长裤长袖不仅为了防虫啊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呃 防晒 这个女生可能会比较比较在意一点 就比如说穿一件呃 透气的 然后有一定防晒指数的皮肤衣 其实不仅起到防虫的问题啊 对你防晒有个很好的好处 然后除了把自己包颜色以外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小的工具 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常用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趋纹液 这东西特别便宜啊 然后超市就能买到 然后关于这种趋纹喷液 很多小伙伴会 会考虑到他的这个健康性问题 我觉得这是要这么看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你被蚊子咬之后 所产生的威胁 远远要大于趋纹液对你产生的威胁 但如果你不放心这种国产的 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案 你可以买一些 比如说草本的方案 也是可以的 趋纹液是这样的 它一般都有一定时效性 比如说一般都是 两到四个小时是比较有效的 比如说你在室内 它挥发的慢 那有效时间就长 但如果你在室外 它挥发的快 那么有效时间就短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烙容易的 大家如果说你长时间户外活动 要及时去补充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推荐过 就是这种便携的这种电动纹箱 用这个牌子跟这个东西 用了三四年了 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用的 但也有小伙伴反应说 它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使用环境 和使用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它使用的原理特别简单 它里面是一个药芯 通过这个散发药芯中的 一些驱蚊的物质 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 当你开通电源的时候 这风扇会一直的转 不断的散发驱蚊的物质 如果说我们空气流动比较快的话 它散发住的一些驱蚊的 无论气味也好 还是药集也好 没办法在你的周围产生一个 很好的这么一个驱蚊的环境 那么它肯定就起不到 一个很好的效果 它在一个相对比较密封的环境上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你单人使用 车里和帐篷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把蚊子和自己 关在车里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会放在车里 然后出差时候也会带的 然后露营的时候一定是必带的 它散发出来的这种驱蚊物质 很快会被流动空气稀释掉 相对空气流动性 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中 能提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然后除了蚊子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蜜蜂和脾虫 脾虫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蚊子那么广谱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建议 就是第一个把自己包盐子了 刚才已经说了 第二个 在植被比较茂盛的地方 大家尽量不要穿越那种草虫 或者小的灌木那种地方 网上现在已经有卖这种防脾的喷雾 我个人因为没有买过 所以说也不好界定 那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给大家建议 就是包盐子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已经是春天了 然后除了驱蚊以外 我们可能还要注意驱蛇的问题 关于驱蛇这个事 首先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件事 就是国内大部分的生态环境 的蛇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古人教过我们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打草惊蛇 我们一般会有登山障 所以在走的时候 除了保持身体平衡以外 尽量 特别是像我们在进行一些 3D穿越的时候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响动 对蛇进行一个预先的驱赶 如果说你觉得这些都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这个驱蚊水 这个驱蚊水 这个成分特别有意思 成分是酒精 大蒜精和烟液水 这个怎么用呢 就是建议喷在鞋上 或者裤腿上就行了 蛇对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比如说这种烟味和蒜味 都可以有效的 对蛇起到一个驱离的作用 建议可能三四个小时 可以是补充一次 就喷一两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除了选择合适的安全的营地 就观察周围有没有动物的活动的痕迹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 所以大家可以买这种驱蛇粉 这种驱蛇粉里面是一种粉状的 粉状的字迹 其实特别简单 你就在你的露营地的周围 隔大约一两米的时候 然后撒一点 隔一两米的时候撒一点 它也是产生一种 对蛇比较敏感的气味 然后有效的对蛇类进行一些驱赶 除了这几种我们比较常见的以外 像蜜蜂和蜘蛛 还有其他的一些虫类 建议大家躲避为主 不要手剑的去抓什么虫子 去捏什么虫子 这样的话都可能带来潜在危险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建议大家在你去某个地方 进行一个户外活动的时候 应该一个地方生态 有一个简单了解 这一代有没有 比较有地域特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害的植物 有害的动物 去之前可以先做一个预防性的工作 很多小伙伴会问 说要不要带上蛇药或者怎么样的 我给大家的建议 还是刚才那个就一切预防为主 将这些危险不发生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你不要指望说我带着什么蛇药 还有一些网上卖的一些什么 就是那种习的东西 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 可能对你的救治没有一点好处 能让你对建议威胁降低 觉得我已经吃药了 或者我已经怎么样了 我可以不用着急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救治 所以这是非常不对的 就是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及时的终止活动 及时的就医 这才最好的办法 然后关于一些急救知识 或者是一些遇到几经济况 怎么处理的这些方法 在以后的视频中 我会继续和大家不断的分享 自己的经验也好 和我们的一些经历也好 希望能对你有一些帮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马上五一了 如果有出行计划小伙伴遇到什么问题 也请留言给我 每天晚上如果没事的话 我会尽量和大家直播 然后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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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